众所周知 湖南卫视的造星计划那是相当的厉害 但凡能登上湖南卫视选秀总决赛的舞台 那你就已经是明星了 在今年夏天啊 湖南卫视的快乐女生 着实地让全国的观众又疯狂了一把 随着冠亚继军的产生 新的明星也诞生了 接下来咱们要说的呢 就是2011快乐女生全国总决赛继军 小鬼刘欣的故事 她也是从咱们山东走出去的明星 爱的就是那个天使 爱到可以去死 爱到整个世界 等却熄灭 从初赛 刘欣一进赛场 我就特别喜欢她 一直到今天 看见我的未来 对什么都慷慨 感是一种真的到来 我不期待 看见我的未来 对什么都记得该 是一种转向舞台 世界是舞台 最后那一刻我只想用四个字形容 就是王者风范 加油 刘欣有梦想成为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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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快乐女生全国三强 我们2011快乐女生全国基金 刘欣 刘欣是我们冠军的大热人选 今天拿到这球其实也是很不错的场景 这个夏天真的是我可能一生当中最美的一个夏天 因为有你们所有的人 然后感谢每一位给过我意见的老师们 真的就是特别感谢 在我的回忆里没有你们 大家刚刚看到的可能是对于小鬼刘欣来说 到目前为止最为闪耀的时刻 这一个时刻让小鬼刘欣等待的时间真的是太久了 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子的青春是有限的 但是对于她来说 这个时刻的到来可能又刚刚好 因为正是因为有了那些丰富的阅历 才会使她在站上舞台的时候 有那种超乎寻常的霸气 2008年在GYP公司和中国三星 共同主办的舞动音画中 刘欣凭借极具感染力的嗓音 和深厚的演唱功底 从数万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 获得冠军 在夺冠之后 小鬼刘欣顺利签约了 GYP公司并去韩国接受了培训 我贪烂的一生就即将开始了 踩胯然后老师站在下面 他就私心免费地掉 不要不要不要 人家人家 那个眼泪就没有办法控制 就一直往里飙 就飙出去的 我不想让他们看扁了我 每天早上提前去一个小时 有的时候在练个房也会 就把腿劈开 然后就趴在地上 刘欣用加费的努力 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了艺人 并在2009年发布了自己 人生中的第一支单曲 《颜色》 小鬼刘欣在发布了自己的第一支单曲之后 并没有像其他歌手那样继续推出自己新的作品 反而他被淹没在了演艺圈当中 第一支单曲就这样石沉大海 在音乐市场上再也看不到他的踪影 经纪公司呢 也没有为他推出什么新歌新作品 对于小鬼刘欣来说 一切仿佛都回到了原点 公司也没有为他一个很好的平台 他就那段时间回来特别特别的失落 在家里经常一个人坐着写歌 然后发呆就是挺失落的 又没有办法解决 比如说你当艺人的话 特别被动的一点就是 如果没有电视台或演出商找你 那你说实话其实就是在那放天 就是饿着 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我们都一样 就我还好啊 最起码有个单位可以去上班 他是那段时间就基本上每天都没事 就等于说没有收入 就得吃家里的画家里的 他呢又是一个不愿意吃家里画家里的人 所以就挺矛盾的 然后那段时间每天跟我们讲 他发了多少份简历 我记得好像发了几百份 真的就是各个经纪公司 大小的全物体简历 各种发 每天都在网上不停地投简历 罗特的一个经纪公司 他就说好 简历放在这儿你可以走了 那个行不行啊 他说不行 然后我说那你把我签的资料还给我吧 他就很嘲笑地看着我 然后就把我的那个 我签的资料撕了 我说你要不行就跟妈妈回去 他说我不能回去 那个时候过年我就会骗他 我说我有演出 回不去 其实我不知道他们特别需要我 再等我一两年吧 可能等我好起来了 再回去会更开心的 那段时间他基本上是不太出门 就是我如果没有这份以前的话 我可能就不出门去买衣服 然后不出去吃饭 就经常在家里边 随便吃点零食啦 喝点水啦 吃点水果啦 可能就这样一天过去了 他有一次 连吃了一个礼拜的馒头吧 其实挺惨的 其实那个时候 他每天发那么多简历给各个公司 然后也没得到太大的回应 我觉得对他打击其实挺不小的 他特别不想跟家里要钱 其实 所以他很多年都不回家 就是觉得可能没有给父母一个很好的答案 或者回报吧 但是他又不得不去 有的时候会问家里人要钱 每当提起就是 他要不要回家的时候 他都会说 我还是不回去了吧 我现在混得又不好 我回去干嘛呀 就经常一带而过 他不太喜欢面对这个问题 经常会接一些可能不是很擅长 甚至不是很喜欢的工作吧 为了生活 因为你想 很喜欢音乐 擅长唱歌 想做歌手 可是不是每一个工作机会 都是跟音乐有关系的 可能有的是模特 甚至是内衣模特 然后只要有劳务 有钱 就可以去做 就在小鬼流星想要放弃的时候 2009年 山东电视综艺频道综艺满天心 开始了新一轮的唱歌比赛 小鬼流星在网上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来到了山东 从那之后的两年里 他一直固定在山东电视综艺频道 参加一些节目 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 在山东为他累积了非常高的人气 2009年 山东电视综艺频道综艺满天心 开始了全新的唱歌节目 小鬼流星重新回到起点 再次作为选手 参加了当时的节目 早已没有你的温柔 还怪我什么都不懂 我在想你为什么总是有借口 三心二意的你 我不想再忍受 你跟我做一个动作就可以了 你跟他做一个动作就可以了 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 我的宝贝 宝贝 给你一点甜甜 让你今夜很好眠 我的小鬼 小鬼 跳动你的眉眼 让你喜欢这世界 我的宝贝 真的时候有个人陪 我的宝贝 让你知道你最美 我的宝贝 宝贝 给你一点甜甜 让你今夜很好眠 我的小鬼 小鬼 跳动你的眉眼 让你喜欢整个明天 我的宝贝 真的时候有个人陪 我的宝贝 让你知道你最美 我的宝贝 孤单时有人把你想念 哎呀呀呀呀呀 我的宝贝 让你知道你最美 让你知道你最美 小鬼流星来到山东之后 凭借他在音乐上的才气天赋 以及他在舞台上 与生俱来的感染力与霸气 很快地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是金字总会发光的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之内 他就获得了较高的人气 一举拿下了综艺满天星 阅渡冠军 咖啡要怎么煮 才能变得不苦 人要变得怎样成熟 才能不在乎 忘了那一场 证明接触 换个爱情是剧主 头发红色 装淡蓝色 可我的心依然那么酷 原来你的爱 会多不得让我 小鬼参加了16期的节目 第一次以这样的形象出现 可见他对于今天的比赛 非常非常的重视 把最最盛装的出席 留在了我们的决战之夜 好 现场的朋友们 接下来就是你们表明 态度的时候了 小鬼的演唱 打动你们了吗 投票 开始 这种类型的小鬼 是你们喜欢的那种类型吗 有多少人 可以支持小鬼 我们看看 小鬼到底可以多到多少票 91票 我们的第三位 月冠军产生了 他就是小鬼 恭喜小鬼 恭喜小鬼 我觉得小鬼天生就是属于舞台上的 他每次上到舞台上之后 就会有一种领导力 有一种霸气 他在舞台上就完全会投入进去 我觉得这是他的魅力所在 就是我觉得他一定会 会红的一个原因吧 我觉得艺人在舞台上 就是要问我 他就是这样的 他只要一上台就觉得说 哦 顿时他整个人的那个气场就变得不一样了 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几个在一块玩 他可能没那么的强势 我觉得他在舞台上特别强势 会让你觉得 哦 这个人真的是 就是所谓我们讲的那个心范 特别 就感觉舞台上只要一有他 就刚才亮了起来 整个人就是 其实在参加快乐女生之前 小鬼流星一直在山东电视综艺频道做节目 虽然在山东做综艺节目 并没有帮他完成在音乐上的一些梦想 但是正是在山东的这一段时间 为他日后参加快乐女生 积攒了非常高的人气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 小鬼流星参加山东综艺频道的一些节目 老天堂就跟着一起来 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天和夜 有你和我的爱 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加山这个气球小鬼的颜色好好卖 加油 对 它每天颜色搭得都很漂亮 红配黄 它现在绝对就是找着感觉了 一人胆子变大了 你看 这个底座质量太差了 别踏踏 使劲 剩前方 好 往左 往左 参加饼 坐 不行 不如是用手和脚 只能用你的身体 往左 往左 这儿就没有球了 往后 往后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好 好 就在你的脚的右边 你右脚的右边一点点 倒 不行 小鬼你要拿屁股做它 拿屁股做 你感觉到它了吗 你感觉到它在你的屁股上了吗 左抱它 用力 用力 再用力 再用力一点 使劲 再使劲 你屁股使劲 换一下 这个气球不是你们的菜 小鬼 我算了吧 屁股 再一个 背上跟爱在讲电话 绕了半天说不出 奶牛 爱瘸腿吗 喜欢瘸腿吗 的安静不多话 现在学乖瘸腿吗 怎么那么傻 挂掉了电话 拨乱了头发 奶牛们的世界 也没有视察 方便一方家 心不再挣扎 冰住呼吸 告诉 告诉瘸腿吗 奶牛是多么的 终于瘸腿吗 没有害怕 每次远回 心中总会有魔花 梦见一幅画 有奶牛和瘸腿吗 微笑的奶牛 穿着长长的白衫 到外地的终于 终于瘸腿吗 终于瘸腿吗 瘸腿吗的步伐 让奶牛的世界 起了大变化 终于瘸腿吗 终于瘸腿吗 瘸腿吗的步伐 我幻想一个家 为瘸腿吗 生一个跑马马 那啥太简单了 快点 You don't die 跳起来 什么 不知道 那啥 女人最爱穿的那个 你再来一次 高跟鞋 对 什么高跟鞋 张慧妹的歌 什么 红色高跟鞋 不是黄 几个字 五个字 第二个字是 我什么你 我爱 对 什么爱高跟鞋 我只爱高跟鞋 我只爱高跟鞋 对 下一个 下一个 这是什么动作 这是什么动作 几个字 四个字 四个字然后呢 我现在这个在干什么讲 飞 第一个对了 第二个是 行动路程 很 很遥远 不是换一个 长 对 非常 后面两个字 非常特殊 这个节目 非常好玩 结束了 非常安定 中文是什么 非常结束 不是 安定的中文 一个字 今天的电视节目 完了 对 非常完美 厉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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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要记住一直向前 让梦想的船舍向彼岸 此刻不要再放弃 不要再哭泣 若感到迷茫即将失去了勇气 聆听自己的声音 人生苦涩又甜蜜 人生的一切 发生的事都有它的意义 请不要畏惧 大胆的用心来把梦想孕育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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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p on believing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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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p on believing Keep on believing Keep on believing 那个时候小鬼其实也跟我说过 我们在每天天做节目的时候 其实大家像一家人 是挺开心挺快乐的 但是你要知道 你永远在家里待着 也不出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 好像感觉总是差了点什么 就是自己的音乐梦想 没有办法得到更多的人的认可 毕竟其实说实话 山东这个地方虽然很好 我们也都很喜欢来 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很小的 一个范围内 并没有能够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虚荣心 还有一颗向往着 能够更加好 更加出名 更加辉煌 红的一个这样一个心理 所以在那之前 他没参加快乐之前 总觉得在这边音乐 自己的那个音乐抱负 音乐理想 不能够得到太多人的认可 其实他最开始 参加快乐女生 是一个特别被动的状态 他其实一开始 并不想去 因为他觉得可能 这个比赛不太适合他 他一直都属于就是 特别低调 就是觉得可能快乐女生 要选一些长得好看的 然后特别甜美的 可能不太喜欢他这个型 因为他出门也不太爱讲话 什么的 因为来之前有很多顾虑 我觉得他们会选可爱的 漂亮的 肯定不会选我这种成熟的 但是我还是想拼一番 他一直特别怕 他就总觉得 哎呀快女不要我这种人吧 你觉得自己那么老了 什么脸上全人质 然后身材也没有那么好 声音也不够高 就不够漂亮 他觉得都不是婚男太想要的可能 他都已经想好要回家 什么成家啊 回家开个小饭店啦 会开个什么服装店啦 就这种给我们构思的 已经很好了 但后来在我们就是 很多朋友的这种互动之下 他决定去参加快乐女生 也就是他所说的 他人生的最后一波 27岁的小鬼 怀着从小的音乐梦 带着朋友给他的祝福 在今年也就是2011年 决定最后一波 参加了湖南卫视的快乐女生 2011年5月 小鬼流星带着音乐梦重新出发 不再年轻的他 和无数有着音乐梦想的女孩 一起来到快乐女生的舞台 而就是在这个舞台上 小鬼流星开始发光 音乐之路正式开启 大了 大了 给一张卡好不好 修达达的玫瑰 请悄悄地开 慢慢地燃烧 它留给我的情怀 成天的时候 我翻越它的灿白 我最暗暗思量 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 修达达的玫瑰 对 她一直都是保持着一个态度 就是我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回去了 这种比赛根本就是说不定的 她从来没有想过 要在快乐女生的舞台上 会怎样怎样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说 我非要打冠军或者什么 没有 就是想通过这个平台 去展示一下自己 去看能不能给自己得到一些机会 但是可能比的过程中 越比越有信心 越比越发现 其实自己还可以的 看见我的未来 对什么都看开开 是一种真的到来 流星有梦想成为冠军 恭喜我们的流星 祝你长江超级的冠军 我天 恭喜恭喜 谢谢谢谢 谢谢你们一直的支持 我会用我的行动 告诉你们 我的梦想是怎样实现的 希望你们也能跟我一样 我当时听到 他拿到长沙赛区冠军之后 很开心了 然后当时跟朋友在外边 然后就直接就给他在这庆祝 我跟你讲 我们所有人都没想到 小鬼今年会人气 结果就是他是人气王 没有一个人想到过 那天在长沙的时候 我还跟他说这个事 我说我们所有人都想不到 你去了以后人气会这么高 然后我们都挺惊讶的 就觉得 怎么这么多人会喜欢小鬼 也没想到他会一路 走到最后一场 他自己想到 他都没想到 他那天跟我们 在长沙的时候 我跟王浩义 还有他 我们三个在那聊天 说这个事 然后他说 为什么呢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我呢 我自己也纳闷 说他们喜欢我什么呢 他自己都不知道 我记得当时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我哪管你想到 我说 就是 怎么说 意料之中情理之外 就是 我老以为 以他的实力是可以拿冠军的 但是你不敢保证 比赛特别是直播的时候 会出现哪些状况 这个是无法预料的 他就跟我说 我自己没有想过我会拿冠军 因为当时他穿的是 都穿了一件很随便的T恤 就是那种大端裤 就上去了 别人都穿得特别正式 都好像做好了准备一样 他说我当时真的没想到 但就是拿了 就拿冠军那一刻 突然就是特别感慨 就是感慨了 就是觉得 虽然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冠军 但是 这不是一个月的问题 是他到北京七年的问题 就感觉好像 七年的 这样一个 经历 有了一个小小的成绩单 就是那种感觉 特别感慨 就觉得他太不容易了 就觉得你拿这个是应该的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我从东北 那里的冬天很美 如果你有假期 来试试把耳朵冬打碎 我从东北 那里的女孩很美 她们纸上大方有人奇怪 别忘了其中有个这么小鬼 如果有一天我白了头发 如果有一天我掉光了牙 如果有一天我无法说话 如果有一天我记忆很差 这个创作 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作 这回想落眼 吹过我身后 抓不住瞬间 消失的花样 未来像路中 一切都期望 不敢奢望 却还想往前 你会不会觉得 小鬼在快乐女生的比赛当中 一直是全能人气王 微博人气也是高居榜首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比赛期间 小鬼收到了其他选手的粉丝 寄来的写书 有一次就是收到了恐惑信嘛 雪书还有一只手 当时就是你想人的第一反应 看到这个就是害怕 所以当时都吓哭了 我一定要看看你 这样子要听到 要给你 很多粉丝都会担心 都会问 说没事吧 或者是说 会担心他的情绪状况 其实我觉得他还是害怕的 但是他为了让粉丝不再去担心 他就会告诉你们没事了 他是一个很容易就让人觉得有安全感 甚至给你感觉很坚强的一个女孩 可是事实上 在我看来他不是 他是一个内心特别缺乏安全感的人 他想要安全感 所以他才会去试图给你安全感 确实是有一些粉丝威胁他 说什么 如果见到他就是什么 要破硫酸的 什么打死他腿之类的 有听过这样的事 然后也有人跟我说过 让我转达给他 说让他小心一点 什么这种话之类的 我有跟他说 他就是半开来像那种说 就是哎呀妈呀都不敢上街了 上街让人破硫酸的毁容了 就是这么讲 但我觉得这种事不太可能发生 就是只是恐吓而已 我们旁边的人 周围的人都很担心 怕他会影响他的情绪什么的 他呢其实还是可能就是 平时就是比较稳 也是能顶住这份压力 就是坚强的去参加下一场比赛 而是发挥的挺好 顺利竞技 写书事件对于小鬼流星来说 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 但是在接下来的比拼当中 小鬼流星凭借实力 一路杀到了全国冠亚季军的争夺赛当中 这一世英明我不要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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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换来红颜底下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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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夸你 来生做牛马 我愿意 来生做牛马 我愿意 来生做牛马 我也要与你 天涯陷升水 也要与你 天涯相 Cham穗 一 二 四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你会太迹 你勇敢不想说 放我这些情 最良的一刻 你就像他 你把火 生存活灭 你就像他 你的气场 你的证换力 甚至可以说秒杀 现在很多很多过 已经成为一线的女星 在我心目中 你是最棒的 我希望你成为 10月3号 我们将要开机的一部戏 和真实单等 动物星开机的 等一下听老师讲完 听老师讲完 霹雳神探的女主演之一 你绝对可以胜任 你绝对曾经有结果 梦想总是要不放弃 是不是应该放弃 花开花落又是一季 这天啊你在哪里 生活像一把无情可道 改变了我们模样 会曾绽放就要枯萎吗 我有过梦想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 知道如今只好几天吗 愿随月风干离笑 在夜照复会真的我 还能仰望着 漫天星河 在最后的时候 那一刻 有谁会记得 这世界它来过 我们2011快乐女生的全国基金 留心 祝福你 亲爱的 小鬼留心最终获得了 2011快乐女生全国总决赛的季军 她曾经说过 北漂的生活使她非常的想家 但是功不成 名不就 她不愿意回去 现在的小鬼可以骄傲地跟家里说一声 我回来了 小鬼 我要你回家 谢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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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给吓起来 我的床 以前几次都是 我妈给我做早饭 今天呢 就给她们做一个 终于长大了 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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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打开台下只有一两个人 我也特别开心 因为他们是为我来的 我有点紧张 哈尔滨 我回来了 我看到你们坐在这儿 我觉得我熬了这七年 特别值得